过去那24小时就再多一名的病人逝世 那就是第99号的确诊者 那他在明爱医院逝世的 病人是一位76岁的婆婆 那他就退休了 那他就和先生一起住 那他就有糖尿病和有高血压的病历 那看回病历呢 就是他2月28号就由救伤车 就车了去这个明爱医院的急诊室 那当时就发觉他的血糖都是低的 那就进了去内科病房 在内科病房那里就发觉他有发烧 呼吸困难和咳 所以就为他拿了一个痰去做一个新型冠状病毒的测试 那测试回来的结果都是阳性的 那他去到卫生署做过最后的检查都是阳性 那就放了在我们的旁边病房 其实3月1号呢 他就已经开始吃三种的抗病毒的药了 包括是干扰素啦 蛋白无益制剂啦 还有尼包韦临 那但是呢 3月3号凌晨就开始见到他那个血的含氧量就开始跌 那我们就加大了血含氧量给他啦 但是都是见他都是低的 结果都要找到深切治疗部的医生去看他 那也都帮他做了一个插头 用呼吸机来呼吸 接着呢就送了进去深切治疗部 在深切治疗部呢 他仍然在继续那些抗病毒的药的 但是呢 就昨天呢 就见到他的情况就一路一路差 那就直至到昨天的下午5点13分呢 就不幸离世 那连接着这位第99位确诊者 那暂时呢 我们有三位病人呢 就不幸离世的 而这三位病人呢 就是看回一些病例呢 都是说他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例 那就不代表糖尿病 是他今次的折死原因 不过我们知道呢 有糖尿病或者一些长期病患呢 其实都是会令到 有些如果是肺炎的话 那个康復都是比较差的 二月的时候呢 有一份报告呢 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呢 出了一份报告 就是讲回在中国大陆那个 新型肝状病毒的情况的 那我看回呢 当中呢 他就有2114个病人呢 是过生 就是他的报告里面 有2114个人过生 那当时他们做了一些分析的 那分析就是呢 第一 大家都不会觉得惊讶的 就是年纪大的 就那个死亡率呢 就会高的 第二呢 就是男性呢 比女性呢 就高的 那还有长期病患呢 也是会高的 那这些长期病患呢 包括些什么呢 就是一些心血管的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 这些慢性的呼吸系统的疾病 还有如果他有癌症呢 还有如果他有癌症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